欢迎收听《还人修仙传》第1080回 当初知仙说过要往那九七灵神早一点开启灵智并传授一些东西给他 但是呢 韩丽也没有想到 此灵物竟然在知仙兵姐进入轮回之后 仅仅一年 就将元神的从白兔之身一下子就化为了女童的模样 看来知仙肯定除了所有的东西外 另行的给了他莫大的好处 这才能由此意外进阶的 韩丽对这种事情自然是乐见的呀 并给开启了灵智的九七灵神取了一个屈儿的名字 然后他又发现屈儿 因为同属天地灵物的缘故啊 竟然也可以直接进入知仙留下的躯壳中 并能运转调动其体内的庞大的法力 而在炼化灵力的过程当中 屈儿自身呢 也能在浓浓的灵气滋润之下 获益不小的 如此一来 他自然干脆呀 将炼化之间躯体灵力的事情彻底地交给了女童去做 结果呢 这两年间的时间也真的做得不错 让他大为的满意 现在韩丽见女童一下子顿走了 轻声一笑之后啊 单手冲远处的那具躯壳虚空一抓 顿时一片灰侠卷去 一下子呢 将此灵驱照在了旗下 紫光中的枝仙躯体飞快的缩小起来 最后呢 化为了数寸大小 霞光一反卷之后 就将灵驱一股呀 带回到了韩丽身前处 并没入袖口中不见了踪影 将这一切都处理好了之后 韩丽五光呢 在空荡荡的密室中一扫之后 就毫不迟疑的一转身 向大文外 打步走去 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 韩丽频繁出现在云城的各大商铺中 开始收集一些材料和比较偏僻的法器来 而随后的几天中 段天任和千基子等人的 果然也都一一找上门来 也不知道和韩丽说了些什么 但是都在小半天之后 面露满意之所的离开呢 一个月的时间 自然不算太长 一转眼的功夫就飞快的过去了 这一天呢 韩丽正在洞府大厅中闭目打坐养神 忽然一道红光啊 从密室外一飞而进 并围着他盘旋飞舞起来 他眉梢一条 抬手将红光射到了手心中 然后心神的进入其中 查看了起来 终于开始了 韩丽滴滴的自语一声 默然站起身来 向洞府外走去了 洞府外面 有十几名一族人正等在那里 为首四人呢 一身黄袍 正是炼须鸡存在啊 其余之人呢 则是手持银色长歌的假饰 一副严阵一带的样子 韩道友 我等兄弟奉千妻子前辈之命 特来送道友到前去会合 为首一名黄袍大汉 一见韩丽从洞府内出来 当即一抱拳说道 那就有劳几位道友了 韩丽并没有露出什么意外之色 不动声色的回答道 以前他是广韩令激发之人的事情 只有少数云城高层知道 但是现在马上开启广韩界后 知道其身份之人呢 估计多了不少 千妻子自然害怕 在这个时候有人捣乱 将其绑架或灭杀了 这才会派出这么一副阵仗出来 黄袍大汉听了韩丽的话之后 笑了一笑 冲身后的假饰一挥手啊 顿时呢 原本并排着十余名假式身形一分 竟露出了一辆清光蒙蒙的灵车出来 在前套拉车的则是两头 通体羽毛碧绿的巨大的青鸟 飘铃异常啊 一眼就能看出 这辆灵车绝对不是凡物 韩丽见词也没有客气的走进到了灵车当中 那四名黄袍一族人同样飞起身形 落到的车上 熟练异常的呢 分别站在了灵车四角 正好将韩丽啊 严严实实的护在了其中 两头轻鸟几声清明之下 双翅一盏的带动灵车 向空中飞去 那些银色假式 则纷纷的放出了一个银色圆盘 足踩法器 也是腾空跟去 片刻之后啊 星色的灵车就在数百丈的高空中 直被云城的某处飞驰而去 很明显 此时整座云城都处于戒备之中 不但城中各处的行人稀少异常 一路上更是到处可见一对对的各色假式 在地面和空中巡视着 韩力更是注意到 某些平常就颇为重要的地方 隐隐约约的呢 传来了禁制波动 似乎一些法阵禁制 全都被激发了起来 看来对这一次广寒界开启 云城高层还真是重视无比啊 临车一路飞去 在路上并没有碰到意外的事情 直接将邻车带到了当日韩力激发广 韩力的客栈处附近 如今的这个区域啊 车里的被密密麻麻的一层层的禁制 给封锁住了 并且呢 远远的在这些禁制当中 可见数十根百丈高的巨大柱子 耸立而起啊 围成一圈 将以那客栈为中心的 方圆十一里一切都圈到了其中 这些柱子 均散发着五颜六色的灵光 凭空形成了一个仿佛天幕的五色光照 更将里面的一切都遮掩得严严实实的 外人根本没有办法看清里面的任何东西的 不过刚一接近此区域啊 就很明显的发现 此地的警戒假释 足足的比其他的地方多上十倍之多 几乎整个区域都被这些假释团团的围住了 还有百鱼头 身高七八丈的不知名的傀儡 或漆黑如墨 或者呢是赤红如火 也都分散各处移动不动 航力看到这一切 脸上一丝惊讶之色闪过呀 能在这里守卫的假释 它起码都是相当于结单以上的修为 原因期的更是占了大多数 至于炼虚等级的气息 他神念匆匆一扫之下 就已经呢 在附近发现了二三十个之多 更别说在附近天罗地网般的一层层的静置了 可见这里的守卫森严啊 青色灵车呢 似乎有什么可以辨别身份的标志 一路飞来呢 根本没有碰到任何人盘查和拦阻 现在一接近此光幕附近后 反而又庶民骑着一种貌似巨狼 他又背身羽翼的灵兽的假释 直接从光幕中飞出 迎向了韩丽等人 鞋同领 韩道友可以到了 一名一身轻甲五十来岁的男子 一望见轻刺灵车 顿时呢 远远地在巨狼背上大声地问道 啊 是天前辈让花兄冲来迎接的吧 放心 韩道友已经在车中了 花道友将禁止打开吧 黄袍大汉在灵车中含笑回答 没有出事最好了 我这就放开禁止 骑着巨狼的男子文言一喜啊 随后他和其余几个人的各自 从怀中掏出一物 却是一块块禁止令牌 接着呢冲着刚刚飞出的光幕 各自一晃 顿时呢 树道颜色各异的光柱 从令牌上一闪喷出 射到了那光幕之上 形成了一个仗许大的光阵 附近光幕微微一晃 就在嗡鸣声中裂开了一道口子 形成了一个通道 但是呢 通道内仍然五色光芒流转不定 看起来神秘一场啊 当即黄袍大汉一催前 人头的青色灵鸟 灵车直接飞扑其中 迎出来的几个人和那些假士 也急忙跟随而入 看似应该啊 只是一层的光幕通道 灵车竟在里面 飞行了近一顿饭的功夫 才最终看到了出口处 见此情形的 杭力心中微惊 这层光幕竟然包含了 空间尽致在其中啊 若是不知道的存在 想要偷偷潜入光幕内的 哪怕这顿数再奇妙 也会一时被困在其中的 有如此长时间的这样的耽搁 潜入之人 早就被里面之人发现了 杭力心念急转着思量道 这个时候呢 青色灵车已经从出口一飞而出 眼前漠然大亮之下 所有的一切都落到了杭力眼中 指尘下方啊 赫然有两个直径数十丈的巨大的法阵 里面镶嵌着无数拳头大小的金石啊 边缘处则烙印着一个个复杂 弦傲的花纹 闪动着颜色各异的淡淡的光芒 远远看去实在是艳丽异常啊 在两个法阵中间处 除了一个占地数目的兴建的殿堂之外 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建筑了 倒是无论法阵四周 还是那巨大的殿堂 全都是人影晃动 族族呢 聚集了数千亿族人 其中大多呀 是负责警戒的假释 另外数百人呢 则是服侍各异 但是 无一不是修为高深之人啊 这些人将两座法阵和殿堂 隐约围住的样子 经无一人开口说话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不过当韩丽所成的青色灵车 一从空中飞出之后 下方不少人呢 还是立刻发现了其踪影 纷纷的抬头望了过来 但是黄袍大汉 却根本不理会这些人的目光 直接驾驭着灵车呀 在空中一个盘旋 就落在了殿堂前 一片特别流出的空地上 哈利目光一扫着才发现 一旁赫然正停着另外一辆 一般无二的灵车 只是那辆车子呀 通体颜色雪白而已 韩导友 千鸡子等前辈就在大殿中等候导友 我等职责所在 就只能送到这里了 黄袍大汉一等车子挺稳的 就客气异常的冲韩丽抱拳 好 多谢铁兄一路护送 韩丽也冲大汉一环礼 淡笑的回道 随后呢 他就身形一晃 人就从车上徐徐的腰下 并在双族刚一落地之后 就不慌不忙的 奔殿堂而去了 守在殿堂外的十几名甲士 亲眼看到韩丽从灵车上下来 只是用好奇的目光呢 打亮了他几眼之后 并没有上前盘问什么 韩丽向此呢 自然乐得视若无睹的走了进去 穿过了一个两旁不满假设的走廊 韩丽就一下子走到了一间 宽敞异常的大厅当中 里面或坐或站 足有四五十人啊 分裂两旁 在中间处的一把椅子间 却坐着一名二十来岁的青年 正是那翁姓青年 而千姬子 段天燃以及采流鹰等七八名 圣和体系皆存在啊 则歇歇拉拉的坐在下方各处 在这些人后面 却都是一些容貌各异的男男女女 气息均不弱 竟都是练须顶级的存在 韩丽进去之后呢 这些人千姬子 正含笑的向翁姓青年说着什么 其他人呢 竟都静静的听着 现在韩丽一走入大厅当中 大半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子 全都扫了过来 晚辈拜见诸位前辈 韩丽一看见翁姓青年 心中不禁一惊 但表面却从容的 从这些老怪物身世一理 韩道友 你也到了 很好很好啊 管韩介在数个时辰之后 就会开启的 我一会儿呢 就给你介绍一下 一起传送的同伴 千姬子面露笑容的说道 是 晚辈一切都听前辈吩咐 韩丽在此时此刻 自然不会说半个步子啊 你就是无意中激发 那枚广韩令的韩小友吗 翁姓青年呢 在韩丽的身上扫了一下 似乎发现了什么 目中有一丝淡淡的 惊讶之色闪过 默然开口问道 回禀翁前辈 正是晚辈 韩丽不敢怠慢了 恭敬异常的恭声回答 你认得我 青年倒有些意外呢 哦 晚辈曾经在四族拍卖会上 有幸见过前辈的风采一次 韩丽 惨然的回答道 四族拍卖会 哼 原来如此 这么说 我和你还有点缘分了 我看你虽然境界 只有上足七阶 但是法力神识 都是远超同辈数辈啊 啊 我这里有一件天罡印 是我早年无意中 得到的一件一宝 施展起来 颇为耗费法力神念 但在圣街之下 大有好处的 对你呢 此行正好合适 就送给你吧 翁姓青年 在仔细忘了 韩丽极眼之后 对陈寅竟说出了 这么一番大出其他人预料的话 话音刚落 他刨袖一抖啊 顿时一个荧光闪闪的东西 一闪而出 直奔韩丽分情 韩丽先是一正 随即呢 又惊又喜啊 心念飞快的一传之下 口中急忙连声称谢 三手呢 就默然冲飞来之物 一把抓去 结果一片青霞 从指尖一喷而出啊 就一下子将这东西一拳提中 并一拉射到了手中 他定睛一看 赫然是一块五六寸大 但是一样古朴的银色小印 将此印略意翻转 在最下方明印着 三个豆粒大小的紫色文字 正是天纲印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上古文字 好在他新年所学颇杂 倒也侥幸学过 故而呢 一眼就认了出来 虽然说 韩丽对这位大成存在 一见面 就赐给了一件 一宝之事 大感吃惊啊 但自然不会拒绝的 将此宝一收之后 心中却暗自思量 对方如此做的原因 千基子等人见此情形呢 也露出了恶然之色 不禁互相都看了一眼 原本以为翁姓青年下面呢 还会对这韩丽啊 说些什么的 但是青年呢 却将身子往后一靠 闭口不言了 千基子正了一正 他马上反应过来 对韩丽一笑说道 韩道友竟然能蒙翁前辈赐宝 算是天大的福气了 想来有此保护身的话 在广寒界中多半无事 不过这时间不多了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进入广寒界的同伴吧 好 那就有劳 千前辈废心了 韩丽恭敬的回答道 来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岳仙子 他呀和你一样 也是激发广寒令之人 会在另外一对人进入里面 虽然传送之后 你们两对人传送到同一区域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 万一在里面碰到了 还是要互相照应一下的 千机子呢 冲附近一名 一身蓝色公装 面容异常苍白的女子 一直介绍道 哦 原来是岳仙子 韩丽扭头打亮了此女一眼 到一时呢 没有看出对方是哪族之人 当即微笑的一抱拳 这名岳仙子则冲含力 淡淡的点了一下头 并没有说什么 这位是十点族的石坤 一身防御神通 算是你们中数一数二的 啊 这旁边的 则是清族的风孝和云腾 二位同胞兄弟 擅长联手对敌啊 千机子呢 将那些战力的炼须顶接存在 一一的指了出来 但是呢 他并没有深入介绍的意思 每一个人都只是简单的 说上几句 孤儿一小会儿的功夫 就将所有的人都介绍了一遍 而这些人对行历 这么一位七阶存在 有的是不动声色 有的呢 却是神情冷漠 只有寥寥几个人 同样以笑容相对 这也难怪呀 他们都是上族九阶 并且大多呢 是族中那种只差一脚 就可突破瓶颈 进入圣阶的存在 否则的话 也不会被挑出来参加此行了 又怎么会太在意一名 修为比自己低了两阶的 一个一族人呢 即使这个人先前被翁姓青年 亲口称赞了一句 这也不过是对方修炼的功法 有些特殊而已 站着之人 不少人都这般认为的 前几子见此呢 眉头微微一皱 别人不清楚 他可知道 韩力曾经以一己之力 灭杀过数名同阶存在 论功法神通 虽然说不敢保证力压所有人吧 但是实力也应该在这些人中 能够排进前三的 韩力呢 却并不在意 也从这些人呢 一一点了一下头 在这些人当中 采流英和段天燃的徒弟 均都身处其中 望着这些老妖怪们 韩力心里是打定了主意 自己绝对不能多言多语 轻举妄动 因为一旦发生什么差错 他绝对是 实死无生啊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 谢谢观众收听 还人修千传 第1081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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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